国家卫健委 我国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 总方针对防范奥密克戎变异株仍然有效 1月15日 国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节日期间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情况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现场了解到 当前 我国面临德尔塔和奥密克戎毒株 输入疫情的双重挑战 春运即将开始 人员流动和聚集大幅增加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介绍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 我国疫情总体形势还是平稳的 局部地区发生的本土聚集性疫情 总体上能够做到短时间内有效控制 当前奥密克戎已经导致本土疫情 从全国层面来看 防控措施会不会升级 针对奥密克戎 会有哪些进一步的防控举措 对此 贺清华表示 目前 国内已经有14个省份报告了奥密克戎输入病例 天津 河南也报告了本土奥密克戎疫情 从全球看 奥密克戎变异株 已经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传播 在有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主要的流行株 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 在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传播蔓延 通过人和物输入我国的风险也在逐渐增大 贺清华说 具体而言 在外防输入方面 一是严格落实入境人员全程闭环管理 二是严格管控接触入境人员 物品和环境的高风险岗位人员 三是加大相关入境物品的抽减比例 四是严格实施入境航空器周末消毒等措施 不断强化源头管控 严把疫情输入关 内防反弹方面 一是持续开展重点人群 重点场所和重点单位的监测预警 二是持续推进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 三是持续引导公众坚持做好日常的卫生防护 常通风、戴口罩、勤洗手等 四是快速处置发生的美一起散发 或者聚集性疫情 有效遏制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和扩散 贺清华表示 下一步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关注并密切跟踪 包括奥秘克隆在内的全球 新冠病毒变异株的流行趋势 加强相关变异株的传播力 致病性和对疫苗免疫效果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及时分析评估输入风险传播的可能 根据评估情况指导各地动态调整 完善疫情防控措施 坚决守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春运即将开启 人员流动将明显提升 交通运输部门如何做好春运疫情防控工作 对此 回应称 为做好春运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工作 经国务院同意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下 成立了春运工作专班 由交通运输部牵头 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等14家单位参加 春运工作专班成立以来 我们制定并印发了总体工作方案 组织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 对相关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 周明说 总的来说 做好今年春运疫情防控工作 要按照引导错峰出行 降低旅途风险 加强人员防护的基本原则来开展 具体而言 主要有四方面工作 一是做好重点客流的行前引导 交通运输、人设、教育、文旅等部门将密切沟通协作 积极引导务工人员错峰返乡返港 高校学生避风放假开学 旅游景区限量预约错峰接待 对于务工人员、高校学生等重点群体 有集中运输需求且具备条件的 将组织开行包车、专列、包机等点对点运输 引导有序出行 二是加强交通运输厂站和运输工具疫情防控 指导各地督促客运和客运厂站经营者 按规定对交通运输工具 厂站进行通风消毒 严格查验旅客健康码 开展体温检测 提醒旅客全程规范佩戴口罩 落实一米线外等候等要求 优化售票组织 积极拓展线上售票渠道 鼓励采用人脸识别等非接触方式进站 及时增加进出站的通道和安检通道 加强站内客流疏导组织 同时 按规定落实交通运输工具控制在客旅 设置隔离区等要求 加强对春运一线从业人员的健康监测和管理 严格落实个人防护要求 规范操作流程 三是强化口岸疫情防控 落实外防输入要求 严格执行公路 水运口岸入境 运输客庭或通政策 以最严措施组织 做好点对点一战时入境人员接运 加强闭环管理 对口岸直接接触入境人员 物品 环境的高风险岗位人员 严格落实集中居住 封闭管理 做到人员相对固定规范防护 并实施高频核酸检测和日常健康监测 强化口岸环境检测消毒 针对后机楼 后车室等重点场所环境 定期开展预防性消毒 对旅客和行李高频接触的物体表面 加大消毒频次 对运输感染者的口岸交通工具 严格进行周末消毒 四是做好应急防控应急准备 指导各地完善应急预案 根据疫情不同规模等级 以及可能引起的交通管控 客流突变等情况 周密开展运输组织 应急处置 运输服务保障工作 储备应急物资和应急人员 确保运力和应急队伍安全可靠